这张书已经定版了是吗? 这个还真不清楚,好像是2020年播,第几季度我还不清楚。 确定在哪儿播了呢? 应该是我们通讯视频的期吧。 具体是多平台,我还不清楚。 凤九哥那个动画地震还是会继续虐吗? 还是会比较甜的那种? 应该都会有吧。 一支乐的话,大家看着也会很疲劳。 故事线多一点,人物关系会有趣一点,我们也会开心。 大家看着也会开心。 曾经三十三是你们那些原班人马会再次在这个? 有一部分。 但是很多之前的演员可能也想来,但是可能有党期的问题啊, 有错过的。 连宋来了。 对,连宋来了。 还有哪些手续的人物在? 偏心在。 对,连宋私命。 对,都在。 热巴也在吗? 哈哈哈,热巴必须在的。 那两个人在三十三是剪刀书里面再次演这种CP吗? 两人感觉是不是CP感会更强烈了? 喝四命吗?不是。 喝凤酒是吧? 对。 因为故事会更完整。 故事也多了。 主要是围绕这两个人物展开的。 所以故事情节会更紧凑更好看。 今天和凤酒一起了吗? 哦,我们公司来了好多人。 珠珠啊。 赖姨艺啊。 还有谁? 热巴和蜜姐。 对,热巴和蜜姐。 对。 人家问的是我和热巴来的吗? 对。 我们都是。 一起来了。 有打招呼什么,然后互夸一下。 不可以的。 没见到。 太忙了。 她的环节比较多。 然后我就先被排来做群绑了。 她还在现场去做别的环节。 因为今天您是做红塔吗? 我们看到好像红塔很多男艺人都特别有些小心机呀。 自己虽然是西装,但是每个人西装的都不一样。 不知道您这一身打扮有没有自己一些小心机在里面? 这个处处都是心机。 没有。 就是。 还是有一些呼应今天的主题嘛。 星光嘛。 我的鞋也是亮亮的。 身上也有这种星光的元素。 然后因为是领奖嘛。 是领奖嘛。 我觉得还是要重视一些鞋的一个领结。 礼服性质的。 整体呢。 还是可以。 排上前几。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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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 那会有些保暖措施吗? 今天的肠盘我觉得还挺舒服的。 温度还很好。 我觉得没有穿绿什么肠盘。 用一句话,总结一下自己的2019年吧。 然后再说说2019年, 觉得自己最高高的表演是什么时候, 或者是哪个角色都可以。 总结一下2019年, 我觉得更多的是努力的一年。 然后期待2020年有对我2019年付出的一些收获。 和让大家得到对我的肯定。 好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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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